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要考察两个人的婚姻 我们考察什么呢 我们考察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两个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今天呈现的都是我们过往学习的结果 我们从哪儿学呢 我们就从我们自己成长的家庭里学来的 所以我们那他们在他们各自家庭里成长 来自两个不同家庭的独立的个体 他们共同创造属于他们的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初见家庭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了彼此 你会选择你的另外一半 一定是有一些希望的 你觉得有了他 我的生活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而那些也提供了线索 让今天这个关系里面有那么多的失望 就是那儿来的 就跟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 而如何表达失望 夫妻之间如何去表达失望 夫妻之间的失望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如何去表达这个失望 就会为孩子为何用症状维系家庭提供线索 所以当我们去一开始跟家庭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这样的背景 要去了解他们 了解他们的婚姻 了解他们的婚姻跟孩子现在问题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我就想我们可以正好 后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做一些雕塑 来去体会一下 刚才都是一条一条一条的信息 现在雕塑以前我们来看看这个 结合你自己的家庭 你成长的原生家庭 你身边看到的家庭 那我们刚才在讲家庭家庭家庭 然后那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你有共鸣的是什么 有什么对你来说是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所有的对你的价值是什么 我分享一下前两点吧 就是印象深刻和有共鸣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两点对我来讲是一样的 就是老师刚才在讲到那个家庭平衡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会做个体的咨询嘛 所以老师在讲到说个体咨询可能会有的时候 怎么说呢 说家庭某个个人他表现出的症状 其实是家庭系统的在这个人身上的表现 但是如果个人有的时候跟他工作 其实是对家庭的系统动力的一个维持和一种让他更加的慢性化的那样一种状态 其实我对这一点是特别有共鸣有体会的 的确是 尤其是在对大学生或者是那种中学生的这样的个体的案例的时候 你就会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背后那个家庭系统的那个动力 但是你要想通过这个孩子去做 孩子又是在这系统中力量比较薄弱的部分 反正那个时候会有很有无力感 你就会觉得你对这个系统你好像并不能影响太大 你只能让目前这个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他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转变吧 或者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 好像是如果这个人他足够强大了 是不是可以去带到他的系统中去影响到他的那个系统 会有这样一点点的想法 但同时会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本身作为系统中最弱的那个力量 我是这么想的 谢谢 其他人呢 我印象深刻的 有共鸣的吧 就是会觉得是 或者其实是 从就是原来没那么意识到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人 当他发生变化的时候 有可能 就是其实对他的家庭系统来说 就是他继续还会受到这个系统的冲击 就这个其实好像过去不是这么想的 好像会觉得 他是他 他是家庭系统影响 就是他的影响 然后这个人呢 是有和足够的力量可以管理那个影响 就是挺理想化的 现在看 当这么拿到一个系统中 就真实的这样去说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会存在 一个人 那他在 比如说他可能确实比较弱 然后又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跟尊师之间的这个 这种比较 相对比较优一些的这种互动模式 再到他的系统当中 回到现实的生活系统当中来 那个真实的应用 能有到多少程度的落地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 也会觉得就是这个 就这个课程还挺期待的 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还是家庭平衡 这样一个概念吧 然后首先是家庭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力量无疑是强大的 然后他就是家庭有一种 自带的一种惯性 去维持家庭这个平衡 但是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 如果作为一个个体 他想改变这个平衡 其实他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确实觉得改变自己是容易的 但是你要想把这个环境去改变了 是非常难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有一个理论叫做混沌理论 就是说在一个系统中 一个微小的改变 最终会引起这个系统 整体的改变 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一个个体 去改变整个家庭的 这样一个平衡 也是有希望的 是可以的 虽然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安歇你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 有一回在国外参加一个萨提尔大会 他是做家庭治疗的一个研究者 他就在给我们呈现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讲这个代际的疗愈的变化 比如说在一代人呢 他们经历了战争啊 各种这种很深的这种创伤 那往往他们的第二代呢 会经历比如说吸毒啊 精神急患啊 就这样的病症 然后可是到了第三代呢 就慢慢的疗愈了 包括刚才其实这也可以回应春冰 那个问题 我们看似 你如果在这个时点 你就觉得哇 吸毒啊 酒瘾啊 然后精神分裂啊 各种问题 但如果像那个研究者 他在那么大几代 来去研究家庭的这种改变 你就看到在那个大的画面里 他的这个症状的意义 他恰恰可能是在做着一些改变 那个创伤的那个部分 只不过在这个时点上 如果我们说时间是个幻象的话 有时候我们觉得哇 几年好长啊 但是一晃你过了好多年 你就觉得其实很多年也很短的 就像比如说我的孩子很大了 我就觉得哎呀你们珍惜吧 那些孩子小的时候是很短的 你们觉得天哪那太长了 所以时间体验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可能你觉得 哦他经历了一年 发生了这样的改变 他体验了成长 那可能有时候就是几代人 这个改变是几代人 这样经历过来的 但是每个人内在的 所做的任何一点小小的努力 你看似那是问题和症状 实际上那是对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不断地在这个系统里 会演化会演化会演化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 没有什么是大问题了 是吧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看 那个症状也是增添了 这个系统的不平衡 所以推动着这个系统 在探索朝向一个新的平衡 因为也在高校里也工作呀 什么的 就是也接触这些学生 往往都是 就是这些有症状的 这些家庭 背后是这个家庭 这样一说的时候呢 就是尤其可能 就症状 症状就是他把这个症状 都在这个家庭系统之后 这一个人来呈现 然后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工程 然后推动着家庭当中 其他的人就肯定要改变 然后要成长 哪怕是就是不管是自主 还是自动化的 它都会发生变化 然后经理一说 那个几代之后 就已经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就好像能看到一个 从系统当中 就时间那个长河的系统当中 就是人是在不断进化 就是不断向好的向上的 好 那我们讲课就到这儿